一个人怎么在海外生活呢 本期的视频是一份海外生存指南 不论你是打算出国旅行 还是打算远赴海外留学 都值得看一看这份指南 掌握一些必要的信息 可以给你带来更好的经历 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持牌移民法律顾问市警司 这里是我的移民留学频道 请大家多多关注 也希望多点点赞评论和转发 每周我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下移民留学的干货资讯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可我做个免费的移民留学评估 也可以和我做一对一的沟通 一个人在海外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住宿问题了 只有解决好住宿问题 才能更好的启动接下来的旅程 选择居住地时候 可以先Google一下 哪些地区的犯罪率 旅客选择合规合法的酒店等等 这里主要都是针对留学生 对于留学生而言 无论你是住学生的公寓 还是自己租房 住宿的安全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家中常备祖门器 是可以很好地避免 陌生人擅自入宿的问题的 也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财产安全 再者就是人际交往的问题 俗话说得好 远亲不如近邻 但是我们也要把握好 对于人际交往的分寸感 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的隐私 尤其是女孩子 最好不要透露独居的状态 人心隔肚皮 多留个心眼是没错的 同样 在去往这个国家之前 可以提前做做功课 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 避免被别人误会 你不尊重他们 同时时间的观点也很重要 一定要遵守和别人的约定 我相信一个诚实开朗的人 在哪里都能收获许多的朋友 下一个就是人身安全问题了 虽然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 但是我还不得不告诉你 即使你已经十分注意自己的安全问题 平时也是小心翼翼 也是无法保证危险不降临到你的头上 即使在国内也有概率遇到不测 更何况是在陌生的国外呢 为了我们的人身安全 我们要时刻劳力当地的报警电话 和大使馆电话 也可以建立一个和当地紧急的联系人 避免手机丢失 找不到人求助 如果你有重大的疾病 也要提前了解好当地的就医流程 并且提前准备好医院所需要的材料 留学生也可以选择去住institute 有室友也可以及时帮助到你 正所谓衣食住行 怎么能少得了出行的问题呢 毕竟我们刚下飞机 就要面临怎么去学校酒店的问题 出行安全更是重中之重 解决好出行的问题 就为我们的美好行程奠定一半的基础了 首先交通工具的选择 我们有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选择的路线 也有出租私家车等私人交通工具选择 乘坐私人交通工具的时候呢 尽量要结伴而行 如果可以最好选学校留学机构提供的阶级服务 好了这期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我是加拿大持牌移民法律顾问市警次 别忘了一件三年 扫描屏幕上的安微码和我做一例一的沟通 帮助你规划最优的移民留学路径 咱们下期再见 最后也希望这期国外生存指南对你有所帮助 也祝愿每一个出国的朋友拥有一个美好的行程 小伙播我们下期再见 好